今天吃喝同樂會單元呢 我們要帶大家來享用一下異國美食 我有聽到異國美食 你可能會想是義大利餐嗎 是日本餐嗎 還是你很喜歡東南亞那種酸辣料理 如果我跟你說都不是 我要帶你去英國吃美食 可能有人馬上就會吃之以鼻 英國有什麼東西 除了薯條跟炸魚之外 還有什麼美食 我覺得英國真的算是一個美食沙漠 我自己覺得 大家記得嗎 之前我們曾經請到一位是我的學妹 然後她在英國已經待了十年上時間 在那邊定居 因為嫁給英國的丈夫 她最近出了一本大不列顛小怪癖 來帶大家認識英國這個國家 上次跟她聊得很不過癮 所以決定再請她一次 這次我們來仔細的講英國到底都吃些什麼 讓我們掌聲歡迎讀者太太 Mrs. Reeder 哈囉親愛的 妳這個我要跟妳說早安嗎 哈囉學姐好 對我們現在這邊是凌晨四點 早安 我跟你講齁 我真的覺得很對不起妳 不會 我好高興可以跟學姐聊天 我昨天都睡不著欸 所以其實我很興奮 妳確定妳是睡不著嗎 還是呢 一直戳自己的大腿 一直戳自己的大腿 然後讓自己保持清醒啊 因為我們跟英國有時差的關係啊 所以呢 我們今天這個節目是用錄的 我們是台北時間的11點 就是英國的凌晨4點 凌晨4點 所以我非常的辛苦 來講一下那個你的大不列顛小怪癖 我們上次聊到很多英國人的特別之處 比如說他們的笑話啦 或是他們的習性啦 然後在職場上的一些 主要是講生活跟職場啊 但是其實我對於妳書裡面 其實寫到一些有關於吃的部分 很感興趣 因為其實這本書除了討論 他們的思想觀念跟行為以外 還有很大一部分是 十一住行生活的部分這樣子 那我也要跟學姐分享一個好消息 這本書其實上次兩個禮拜已經二刷了 我非常高興 恭喜你 你每天半夜不睡覺跟台北連線來 來這個聊英國是有代價的 得到了非常好的回饋 很有趣的書啦 也真的推薦給我們的聽眾朋友 那但是我們既然要來聊英國的吃 因為妳這個書裡面其實有一大部分在講吃 對,我是吃貨 我非常非常愛吃 所以其實我搬到英國來 就是剛剛學姐講英國是美食沙漠嘛 我非常非常喜歡這一點 呵呵一開始 呵呵一開始的時候是不是 一開始的時候,對 但是我也要為英國平反一下啦 就是他們會是美食沙漠 是有歷史背景的 但是近年來其實英國人有意識到 他們對食物這一塊需要加強一下 不然他們的鄰居什麼法國啊 意大利啊 都很瞧不起他們這樣 所以其實近年來是有改善了 然後再加上像倫敦這種大都市 其實越來越多外國人移民到倫敦 就有改善那邊的食物的品質這樣 就把異國的元素帶進來 這樣其實是有越來越好 所以其實不是沙漠了啦 其實 欸可是不對啊 你這樣講的話 對於英國人來說是異國美食進駐啊 他們自己到底有沒有美食啊 有 你講的好心虛喔 就應該是說傳統美食進步當中 然後他們也有一種就是新的Fusion的美食 就是有參考一些異國元素這樣 複合式餐飲對不對 對 是有真的越來越好 我有的感覺是這樣 好但是呢 這樣子我們還是沒有辦法平反 英國是個美食沙漠的這樣的說法 所以我決定要請你來跟我們分享的是 英國的傳統美食的進化 但是英國真的要講到他們對於吃 你會覺得很 很講究的 因為你會覺得英國人好像對吃沒有太講究 可是你看他們喝那個英式下午茶 哇那是講究的不得了 很講究 對 英式下午茶是 也算是英國一個指標性的美食吧 就是來英國一定要吃英式下午茶 那我覺得 那講到英式下午茶 我們就來講一下英國人對於這個 茶的情節好了 先先開始 先聊茶 先聊茶 嗯 對因為英國 第一想要就是很愛喝茶嘛 那這是真的 而且 他們愛喝茶到就是除了說下午茶以外 他們平常呢 譬如說在辦公室裡面也是 就是大家會輪流泡茶嘛 就是變成一個很基本的禮儀跟文化這樣 那輪流泡茶意思就是說 譬如說 譬如說學姐我跟妳是同一組的話 嗯 然後還有加上其他的同事的話 我們四五個就會輪流泡茶 每一個小時就會有一個人站起來 然後去那個 每一個人的桌子前面點單 這樣就妳要喝什麼 然後譬如說 妳要喝的是加奶不加糖 然後另外一個人是加糖不加奶 然後另外一個人是喝什麼decaf什麼 全部都要把這些東西記起來 然後再去泡茶這樣 我覺得這還蠻可愛 就是他們叫做tea round的文化 那一個round就是 你泡一輪就是一個round這樣 欸所以比如說你們在到了下午 通常大家是下午才喝嗎 早餐也有早餐茶嘛對不對 嗯對 早餐英國人是這樣 早餐起床 一定要喝一大杯茶 就不是喝咖啡 喝咖啡的人比較少 真的很奇怪 嗯 對在台灣一定是要喝咖啡還要醒過來嘛 可是英國的話是喝茶這樣 然後下午茶的話是 大部分都是三點的時候 然後下午茶 但是在辦公室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很講究 沒有辦法吃那個三層盤的下午茶 但是大家就會 配個蛋糕啊 配個餅乾這樣子 就是有感覺有休息到這樣子 欸那我忍不住要問一下tea round 比如說一個辦公室同一組的人 大家一起 那講說這一組比如說 好現在我現在在這邊 我們這一組大概就有三個人 三個人 有時候你們組可能更多對不對 四個五個 每個小時都有人去泡一round嘛 對啊 欸你們喝那麼多茶都睡不著嗎 哈哈哈 對我就這樣你要問一下 對啊真的是這樣子 尤其像有的時候 因為一天上班八個小時嘛 基本上你就是會喝到八杯這樣 哈哈哈 這也太好笑了吧 對啊 可是我覺得還好欸 就是 我覺得還好啦 我覺得台灣的綠茶的咖啡因 好像比較高一點 我覺得英國茶還好 我沒有那個問題 欸我覺得你們這個辦公室文化其實蠻好的 你知道台灣 你知道台灣嗎 你在台灣待那麼久 台灣的辦公室文化到下午也有下午茶時間 但大家就是訂外送對不對 欸今天訂哪一家啊 你要什麼啊 半糖半拼啊 然後三分糖啊什麼的 可是你看如果是在辦公室大家自己泡茶 那又多了一份溫度跟溫暖對不對 對 我覺得真的不錯欸 而且泡茶的時候就會聊天 那就可以增進同事間的情感這樣 欸這個話題太有趣 我們休息一下回來繼續聊英國的茶的文化 還有他的泡法以及他要配什麼東西 喝茶一定要配蛋糕 那有一句話說英國人也有兩個胃 那另外一個胃是不是就是放蛋糕 專門放放蛋糕跟甜點的 沒錯 好我們等一下回來再繼續聊喔 今天吃喝童童會非常非常的開心 那要再次的跟我的好學妹 也是大不列點小怪癖讀者太太的英國文化驚奇點評 這本書的作者讀者太太 Mrs. Reeder來做台灣英國的即時連線 現在他們的時間是凌晨的四點多 非常感謝讀者太太 欸那那個我們剛剛講到喝茶 英國人太喜歡茶了 所以我看到你寫好多跟茶有關的詞 比如說像你剛剛講的Tea Run 就是譬如說開會的時候 一定至少會半小時會有一個茶鞋這樣 不然大家會睡著啊 所以要喝茶 但是Tea Time呢 學姐你猜一下Tea Time是什麼意思 就下午茶時間不是嗎? 喝茶的時間啊 不是 錯錯錯不是 真的喔?那是什麼 Tea Time是晚餐的時間 就是Tea有晚餐的意思 所以Tea Time是我們的Dinner Dinner Time的意思嗎? 他們是這樣子 就是如果英國人跟你說 Would you like a cup of tea? 就是問你要不要喝一杯茶 可是他如果說 Would you like to have tea with me? 他可能是問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吃晚餐 怎麼那麼奇怪啊 他為什麼不要說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就直接吃個飯之類的 為什麼是 我也覺得很奇怪啊 而且更奇怪 學姐這個可能你會更confused 他們的那個 有一些地區 因為英國人也是有很多區域嘛 有些區域的 Dinner 指的是Lunch Hè? Tea才是Dinner 對呀 很confused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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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真的是這樣 一開始我也是搞很久才搞清楚 有一些地區 像譬如說中部 或一些勞工階級的人 他們講Dinner 其實是說午餐的意思 然後晚餐他就是說Tea 這樣子 所以一開始我是真的搞不清楚 很久以後才分清楚 喔 原來是有這樣差異 那其實 其實說真的 英國人有時候 因為這是有區域的差異 所以不同區域的人 有時候也會搞混這樣 到底他講的是 午餐還是晚餐這樣 欸那所以他們有Launch 這個 這個說法也有嗎 也是有 對也是有 可是 可是很奇怪 因為像譬如說我兒子現在小學嘛 他們每天午餐的時候 就會有那個 午餐的 營養午餐的阿姨嘛 幫他們弄那個 就是弄午餐這樣 那個阿姨叫做 就是叫做 Dinner 就是叫做Dinner阿姨這樣子 就很奇怪 好奇怪 真的好奇怪 對啊 果然很confused 欸 可是我覺得齁 如果是叫我們女生剛剛去英國 很可能會那個議會 有錯誤的議會 比如說你剛剛講 假設有個男的對我有意思 但我不知道 然後他說 你剛剛說 Would you like Have a cup of tea with me 是不是 對 我可能以為他就是說 欸我們喝個茶 那我覺得還OK 但我答應之後發現 原來是要跟他吃一頓晚餐 欸共進晚餐跟喝一杯茶 是不一樣的欸 對啊 但是其實 這也要講到英國人的民族性 他如果真的會邀請你吃晚餐的話 表示他對你一定很有好感 因為英國人不太讓 不熟的人去他家 對啊 所以如果是這樣 但是我也 我可能會以為 只是喝個茶 你知道我們常常 就去喝個茶嘛 這沒有什麼嘛 結果就 等於是 他有意義 可是我無 就是狼有情 可是媚無意 卻不小心吃了一頓晚餐 欸欸欸欸 這個大家真的要搞清楚 人家的這個用語 好 那 但是其實你有講到 他們的晚餐時間跟台灣很相近 欸 這個是指說 這是什麼意思 不是每個國家的晚餐時間 都跟台灣很相近嗎 是啊 如果學姐有去過 南歐的話 什麼 義大利那種地方 西班牙 法國的話 嗯 都是九點才吃晚餐嘛 那就很 很辛苦啊 就要等到很晚這樣 然後吃完也十二點這樣 哈哈 但是 英國就不會 英國我覺得這點跟我們蠻像的 就是 大概六七點就一定會吃晚餐 嗯 那這個其實跟他們的工作作息 是有關的 因為 英國人其實通常是五點下班嘛 然後 那因為如果說 早上八點開始上班 五點下班的話 其實工作時間沒有很長 因為英國人是不加班的 嗯 那很多英國人為了要準時下班 其實他們的午餐是吃得非常隨便的 很草率這樣 就是一個三明治 而且那個三明治還不是我們美人美那種喔 他們三明治是冷的 對 超難吃的 嗯 都冰的都冷的 沒有什麼飽足感那種三明治 所以他們通常五點下班以後他們就 就是晚餐時間了 就大家都餓了嘛 所以大概六七點一定會吃晚餐 嗯 因為他們午餐吃的也真的是比較簡單 你知道像我同學啊 他現在是在荷蘭嘛 那他就是講說那個早上他們小孩都會自己做那個 他就說就每天幫小孩帶午餐 然後我看到那個午餐啊 我就想說你小孩吃這樣不會抗議嗎 就都是三明治欸 真的都三明治 他們的午餐就是 就是兩個三明治 然後他就說為什麼會抗議 自己說小孩都吃這樣 我們家三明治還比較豐盛一點 裡面家的東西還比較多 對啊 好那 三明治這件事情我也是很不能適應 我覺得午餐一定要吃熱的 但是他們都沒差 他們都習慣 對啊我也是問他 我說那三明治 你有就是還在加熱或是烤嗎 他說沒有啊 就早上去就是冷的 到那邊還是冷的 大家都習慣這樣吃啊 難怪晚餐要吃多一點 還有我們講英式的泡茶法 上次其實有聊到一點點喔 就是牛奶跟茶哪一個要先加 你說其實在歐洲是不一樣的 英國跟其他國家不一樣喔 對對 英國人的話是 其實最早一開始的時候 是因為英國的茶具都是骨瓷嗎 那骨瓷很薄 那如果你倒滾燙的茶花 它很容易裂開來 所以他們就發明一個方法 就是先倒牛奶 那牛奶是冰的嘛 對 所以到時候茶倒進去的話 就那個溫度就降溫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覺得 就是有這個背景這樣 後來其實英國人 我覺得還蠻聰明的 如果你先倒牛奶的話 其實你比較容易 能夠掌握那個茶的濃度 如果你是後倒的話 其實可能就是那個茶 可能都已經滿滿的話 然後你那個牛奶也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們還蠻聰明的 而且他們覺得這樣子 泡出來的茶 味道是比較好的 跟那個歐陸人比的話 他們覺得歐陸人不會泡茶 他們其實這一點他們還蠻有趣的 他們覺得他們自己泡茶 是全世界最好喝的 不過英式的茶真的是蠻好喝的 然後我們就要講到那個下午茶 因為我去倫敦也就那麼一次 我上次有跟你講 我那時候是因為倫敦地鐵爆炸案的時候 去採訪一個禮拜 那中間每天就是過得生不如死 只有在回來之前 我就要求 我說不管 我也沒有什麼好要求 因為反正我們就是兩組人 四個人 我說什麼就算什麼 我就說我一定要去吃一個下午茶 然後那個時候是在當地 因為那時候我們有一位記者 他原本是我們的同事 後來他辭掉工作的時候去英國念書 所以在那一次的時候他就充當我們的地培 就帶我們嘛 然後他就帶我去一間 欸我已經忘記了 反正是在倫敦很有名的那個下午茶店 那就是那種吃下午茶的餐廳 但是哪一家我忘了 然後我去的時候我就覺得 天啊你知道嗎 就是我那一個禮拜的血淚都得到了療癒 就是我每天過得生不如死 但是坐在那裡面的那兩個小時 我就覺得值了 很優心 欸講一下他們的那個下午茶 為什麼一定要搞得這麼豐富啊 是因為要彌補中午吃三明治的不滿嗎 哈哈哈 應該是說 下午茶 其實如果從歷史上來講的話 其實下午茶一開始是 給勞工階級的男性吃的 不是像我們今天印象中是 貴婦嗎 上午社會女生專門在吃的 對 一開始是這樣子 然後而且下午茶一開始 還有一個名字叫做 High Tea High Tea 很高的茶 就只能價值嗎 就是 嗯 因為一開始我說是給勞工階級吃的嘛 那勞工階級他們 做工就很忙嘛 所以就是 中午的時間沒有 時間坐下來好好吃飯 他們就會站著吃 所以就叫做 為什麼叫 High Tea 就是沒有坐下來 是站著吃的一次 然後簡單的吃一些三明治這樣 然後 就像剛剛講然後 可能做完工作晚餐再吃一頓豐盛的熱 熱食這樣 嗯 比較 High Tea 那後來這個風氣漸漸的就是 傳到上流 所以後來貴族之間也很喜歡 就是下午的時候吃一個 就是 就是在午餐跟晚餐中間 有一個 嗯 break這樣子 所以就漸漸的變成一件很豐雅的事情 那 剛剛學姐你講的應該是 我在想如果倫敦最有名的話 應該是Ritz Hotel裡面的 下午茶吧 我已經忘了 你知道嗎 就是你知道那個 在哪裡吃已經不重要了 就是那個時候真的太可憐了 我記得我去的時候 還是全身感覺自己都很髒很灰 的那種狀態去 所以 我知道那個Ritz Hotel 確實是很有名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那裡 因為我只知道 我們去的那邊還是 我的 就是我說我們 我以前的同事 然後那時候在那邊讀書 他還是特別在我們 就還要幫我們先預訂的 就是 也是 就是他那個是 不是那麼好訂 但是當然在那個期間 因為是那個倫敦地鐵爆炸的那個期間 其實相對的 比較 人比較沒有那麼多 但是說真的 我看你的書 我才知道 我們平常都說 愛蛋糕 愛甜點的都是女生 可是你說英國其實 男性非常喜歡甜食 跟高熱量的這些蛋糕 如果真的要比的話 男生可能比女生還多 對 就是我發現 英國男的很喜歡吃甜食 然後英國有一個 phrase叫做 Sweet tooth 就是甜牙齒 嗯 對 很多男生都有甜牙齒 就是非常非常喜歡吃甜食 像我老公就是 我們家的那個巧克力啊 蛋糕什麼都是他在吃 他有一個櫃子裡面 就是他自己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叫什麼 秘密的那個 秘密的零食嗎 他藏起來的 對 其實也還好 因為我也不會跟他搶啦 我沒有很喜歡吃甜食 但是他超愛吃 欸他們是從小就養成這個習慣嗎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英國的蛋糕 像那個翻糖蛋糕 就是英國最有名嘛 那 欸不曉得學姐 吃過翻糖蛋糕 那個我沒有吃 我看我就不敢吃了 太甜了吧 對 沒錯 因為它都是厚厚的糖霜 這樣裹在外面這樣 對啊 他們很習慣啊 雖然我們就覺得 那種 蛋糕就是應該很甜 呵呵 他們跟我們不一樣的地方這樣 所以 我真的是沒有提到一個我覺得還 有 我覺得可以參考 這蠻好笑的 就竟然有人去做調查 嗯 英國有44%的人愛蛋糕 勝過性 欸 嗯 就是 就讓人家覺得 欸到底是蛋糕太好吃 還是說性太 太爛了 太無趣 我會講 性太無趣 欸 英國人的性很無趣嗎 這只能問你了 呵呵呵 我是覺得 如果讓我挑的話 我當然是挑性啊 因為蛋糕實在是怎樣 這樣 就很太甜 欸 突然間變成深夜節目 不過反正你那邊時間就是深夜 欸所以 呃 有一個數字你 你有寫到 就是說平均一個星期 英國人平均一個星期 可以買到三次蛋糕 對 然後44%的人 愛蛋糕 勝過於性 啊 對 熱愛高熱量甜食 是以男性為主 哦 這個真的都是我們 可能就是你在台灣很難想像的 哦 然後蛋糕的地位在英國是非常高的 沒錯 然後你有寫一個數字說 平均每個月烘焙蛋糕四次 這是指一般人嗎 一般人 對其實真的是很普遍 像我們辦公室以前曾經有一年 我們有一個campaign 就是就是 promote我們自己的公司 就每個禮拜都有一個同事會烤蛋糕 一個禮拜 呃 就是會帶他做的蛋糕來公司 所以 那一年就是 一年52個禮拜嘛 我們就吃了52個蛋糕 所以其實 這還只是那個campaign 那有時候 有人生日啊 或有人什麼生小孩啊 有人什麼被加薪什麼的 都會帶蛋糕 所以我都說我們辦公室 是發福辦公室 就很容易胖 哇賽 那英國糖尿病很嚴重嗎 好像還好 好像很好 但是 哦對 我覺得英國 可能就是因為太喜歡做蛋糕了 所以不曉得英文 那個學姐你有沒有聽過一個節目 叫做 The Great British Bake Off 非常非常有名 是烘焙蛋糕的節目 嗯 就是一個直徑秀 就是素人去比賽做蛋糕 嗯 然後這節目因為太受歡迎了 他已經有 好像十季還是十一季了 他做超長的 已經做了十年了 哦 很誇張 哇賽 真的是這麼喜歡蛋糕 所以蛋糕 英國人吃蛋糕 是從什麼時間開始吃 我說的是一天當中 他們會早餐就吃蛋糕嗎 嗯 不會耶 早餐吃蛋糕可能只有我吧 大概 午餐以後就會了 就是他們 很喜歡 我剛剛說英國人的午餐很 很隨便嘛 對 可是很奇怪喔 很那麼隨便他們還是要吃一個甜點 就是說不管 欸你的意思是說 我就算中午只吃冷的三明治 吃完我還是要吃一個甜點 對 做一個完美的ending 英國人有兩個胃嘛 一個是給蛋糕 就是這樣 就算中午吃的再炒出來 都會留一個空間給蛋糕這樣 天啊 我如果去英國我可能會崩潰 我超討厭蛋糕的 你知道 你知道我 因為我本來就不是甜食 然後我唯一 喜歡吃的甜食 是那種什麼 中式的蛋黃酥啦 或是 其實你跟我一樣耶 欸對啊 欸那你去那邊 不會很想念蛋黃酥這種東西嗎 會啊會啊 但黃酥在這邊好貴喔 啊 隨便 自己做啊 在講我要哭了 在講要哭了 因為吃不到什麼日式台式的甜 就有啦 但很少 大部分都是那種 歐式的英式的 就我也是覺得 沒什麼興趣的 你知道曾經有人 送過我一個翻糖蛋糕 然後我把那個糖剝掉 吃裡面的蛋糕 我也是啊 那個真的 那沒有辦法 那個就是好看 重看不重用 那個吃起來就是很甜 可是英國人是連外面的糖都吃的嗎 對 真的 天啊 太可怕了 好我們回到早餐 所以呢 他們唯一不吃蛋糕的時間 恐怕只有早餐了對不對 對對 那早餐吃什麼 我還沒有去英國前 我常常聽到英式早餐嘛 我想說哇 那英式早餐那麼有名 一定要吃吃看 後來我才發現 欸對 英式早餐是很豐富沒有錯 可是其實 英式早餐的那個內容 大概一個禮拜 他可能就weekend的時候會吃 因為太 太高剛了 嗯 他們有煎蛋 然後有香腸 火腿 嗯 培根 嗯 那個叫什麼 mushroom 蘑菇 番茄 還有一個他們很特別的 英國才有的 英國的豬血糕 喔 叫做black pudding 但是沒有我們的豬血糕好吃 他基本上就是豬血跟 好像有一些燕麥吧 混在一起 然後有 我自己吃起來是覺得有腥味啦 所以我覺得不好吃 還有一個就是 很有名的就是 烤豆子 就是 烤豆子的醬 就是bake beans 嗯 一定會灑在上面 然後就很 一大盤吃起來 反正就是 應該比較像是 早午餐吧 早午餐對不對 對 如果真正的早餐的話 英國人每天在吃的話 應該是骨片 然後英國有一個 他們自己發明的 很有名的股片 叫做Witbix Witbix 就是 它其實就是 股片 但它不是那種散開來 它是一塊一塊 它是做成一塊一塊 我有有人送過我欸 一塊一塊 然後你就一塊直接泡在牛奶裡嘛 對不對 對 你覺得好吃嗎 好難吃喔 超難吃的 我吃了一塊 後來整包丟掉欸 沒錯 它吃起來很像 我都說像厚紙版 真的很難吃欸 但是那真的是 那是他們每天吃的東西嗎 對啊 我先生每天早餐都是一樣的東西 就是Witbix 那真的超難吃的欸 那真的超難吃的欸 超難吃的啊 對啊 因為我收到然後就 因為我其實還蠻喜歡吃Cereal這種東西 那我也沒有說吃那個 欸 你以前在台灣有吃嗎 就台灣就會有那種什麼美式的 就是家叉飾喔 反正就是甜的嘛 那我也沒有說要吃那種 但我很喜歡吃日本的 日本的骨麥片裡面會加 就會加一些小的那種 像果乾一樣的東西喔 對 我就很愛吃那種散開來的 對 所以我其實是很愛吃骨片 所以當有人送了我一包 就是一盒 就是你說的這個東西喔 對 它是一片一片 我覺得喔好方便喔 對 我本來一開始還想說 這是要拿起來啃嗎 後來送我的人說 沒有沒有 他說你就是放到牛奶裡 它就會化掉 對 然後我就在想我 我吃了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後級版 我都說它是後級版 後來我就覺得 它沒有味道 太可怕 所以他們的weekday 大概都是吃這些 對不對 只有到weekend 才有很豐盛的英式早餐 對不對 對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這個也是他們的習慣 嗯 他們覺得英式早餐 就我剛剛說很豐富 很豐盛很油膩的那個 他們覺得那個可以解宿醉 喔 所以如果禮拜五晚上去喝酒喝得很醉 他們禮拜六的早午餐就會很豐盛的一個英式早餐 嗯 他們覺得吃這種很油膩的東西可以解宿醉 這個也還蠻怪的 好既然講到酒喔 等一下回來喔 我們最後時間就來聊一下 英國人熱愛的東西 其實除了茶跟蛋糕之外 第三個一定要講的就是酒 英國人很愛喝酒喔 那對於酒也是非常的講究 那其實在喝酒的場合當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英國人的小怪癖 非常的有意思 那休息一下再回來跟讀者太太聊天 今天吃喝同樂會非常開心 我們跟人在英國的讀者太太 Mrs.Reader連線 現在時間是他們那邊半夜的四點半喔 非常的痛苦 不過呢 呃我有感覺到你的精神慢慢的恢復了 就是在剛開始的時候我覺得你還是有點萎靡 可是後來講了那麼多吃的你精神也是來了 欸講到酒喔 英國人很愛喝酒吧 英國人超愛的 而且我覺得英國人的酒量在歐洲來說應該是前幾好的 欸真的嗎 真的 譬如說我們去法國 因為我先生有在法國住過十年 所以我們每年度假都去法國 然後都會被法國人問說 欸你們英國人怎麼都不會醉啊 那隨便去一個酒吧就喝十幾杯都不會醉很奇怪這樣子 欸英國人喜歡喝啤酒還是烈酒 都有欸 啤酒是一般的嘛 那他們也很喜歡喝威士忌這樣 就是如果去pop的話 一定是喝啤酒 因為英國的啤酒就好多種啊 對啊 就是 不像我們台灣大部分就是喝那種lager 就是淡啤酒這樣 英國很多種 有黑啤酒啊 然後有那種純麥的那種 反正很多很多的口味 就是他們自己很講究這樣 那如果要喝到威士忌的話 可能就是 比較 可能就是 因為有些人可能 因為喝啤酒很容易飽嘛 很容易脹這樣子 但威士忌就比較不會 所以有一掛人是專門喝威士忌也是有 這樣 所以英國人愛喝酒的程度喔 比如說他們會每天都喝嗎 對 有些人每天都喝 可是他們有一個很奇怪的堅持 是他們天黑以後才會喝酒 喔 那是要十一點以後才喝酒嗎 沒有啦 沒有啦 夏天的話可能就是要比較晚 因為一般來說大概五點以後喝 如果你五點以前想要喝酒的話 要有一些借口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下午茶喔 嗯 其實你去下午茶的時候 現在你是可以點香檳的欸 喔 就是 一樣是三層盤有蛋糕 然後但是 你可以把茶換成香檳這樣 嗯 就表示他們也還是為了喝酒想了很多 明目這樣 要不然一般來說是天黑以後才會喝酒 然後喝的酒就是 嗯 因為啤酒的話大概也就是四度嘛 所以其實 對英國來說 呃 一天喝個 一個pint 兩個pint 我不曉得學姐你知道pint是什麼意思 它是英國的 嗯 那個度量衡的單位 一個pint 就是一個品託這樣子 一個品託其實大概是差不多 五六百CC這樣子 所以其實還蠻大杯的 那他們可以 隨便一個人就可以喝個兩三pint 喔 就跟我們說來個一手 啤酒 就是六瓶 六小瓶這樣子 就是有一個 對 有一個 欸這很有趣欸 你剛講到這個 這個是他們的一個度量 可能這個是品託嘛 那當然品託不是只有用在酒啦 所有的飲料 牛奶也是 他們也是用品託來算嘛 對 蠻有意思 但是台灣就有一個特殊 用在啤酒上面的叫做一手啤酒 對 這個也是蠻特別的 台灣人很愛喝啤酒 欸那你剛講到英國人的酒量特好 他其實是有 一些小配備的嗎 對 我自己觀察是 他們 從小開始訓練 就是 從小就開始喝酒嗎 就是 對因為一般來說 法定可以去 泡泡喝酒的年紀是18歲嘛 但是其實 如果 你只要滿16歲 然後你跟你的 父母 你跟你的監護人一起去泡泡的話 其實他們就可以幫你點酒 嗯 然後如果是在家裡的話 更誇張 家裡的話 你五歲以上就可以喝酒了 就是 哇賽 家裡面的酒排年齡是五歲 對啊 我的感覺就是 他們 比別人 比別的國家的人 提早訓練 就是為什麼他們的酒量 比一般人好 我覺得是這樣 你兒子現在幾歲啊 八歲 那他已經有酒排了嗎 他其實 我偷偷透露一下 其實他在嬰兒的時候 偶爾我 我婆婆就會拿那個奶嘴 去沾一點啤酒 蛤? 哈哈哈哈 然後現在我女兒才一歲嘛 我婆婆偶爾也會 就是 就是用那個奶嘴你知道 就沾個一兩滴這樣 對 天啊 這實在是相當特別的一個民俗文化欸 就是 因為他們覺得 啤酒也就是三四度欸 也沒有很高這樣子 喝一點點沒關係這樣 哇我兒子六歲啊 然後前幾個禮拜啊 我們在喝啤酒啊 他就說他想喝 然後我老公就說好啊 你可以喝啊 他就把一杯放在他面前啊 然後他就被我臭罵 你知道嗎 我就跟老公說 你知不知道 給小孩喝酒是犯法的 而且有小孩喝酒 喝會喝死的欸 然後我 重點是你兒子喜歡嗎 我老公就 因為我們喝的那個是 有一點點水果味道的 他沾了一點點 因為我老公的意思是說 你放心 他也不會要喝的 因為小孩通常都是喝一口 就 好苦對不對 然後呢 他就沾了一點點之後說 嗯好喝 然後我就立刻把那杯拿回來 不准 不可以再喝 這樣 我有發現 像我兒子跟我女兒 他們年紀很小的時候 就還蠻喜歡啤酒的味道 我也覺得很怪 就是 不是苦苦的嗎 但他們都還蠻喜歡的 不知道 他就是有 大不列顛血液的基因 在他們的 對 他們的體內 欸所以 所以你說他們的不醉神功 其實真的是 從小就開始訓練了 我覺得是這樣欸 因為你看我們台灣人哪有啊 都可能很多都大學以後 才開始喝酒啊 就很 起步很慢這樣 嗯好 然後呢 他們跟酒相關的一些文化 也是蠻有意思的 嗯 比如說 你有提到一個酒吧爬行 對 這是什麼 這是pop crawling 嗯 這個很有名 我剛剛去的時候我也覺得不瞭解 為什麼他們 譬如說 禮拜晚上去喝酒 嗯 他們可能一個pop只會待 最多一個小時 他們就會換到另外一個pop 然後一開始我就問說 那為什麼要換啊 那剛剛那個不好嗎 然後他們就說 一定要換啊 那不然就一直 待同一間喝一樣的酒 然後跟 一樣的人聊天 不是很無聊嗎 因為他們去pop都會跟 跟隔壁桌的陌生人聊天 嗯 然後他們覺得如果一直換pop的話 就可以一直認識新的人 而且每一個pop的酒不一樣嘛 他們那個釀酒廠不一樣 所以酒也不一樣 所以他們就會把自己弄得很忙 這樣子 就一個好像拼命的換pop這樣子 嗯 哇 這也就是他們的一個 他們的一個文化嘛 就是這樣子 對 然後其實好像也不是只有英國人欸 我記得美國人也是這樣 但他們講的就是 他們用的不是pop crawling 好像就是 嗯 我們台灣是翻譯成跳壩 但我已經忘記那個英文的那個字 是bar 是是是 就是跳壩 就是一間店待一下 一間店然後就跳去另外一間 所以其實 呃很多人很多國家 他們如果說pop是很很很風行 然後大家會在周末夜晚 呃出去喝一杯的話 大概也就是很喜歡這個樣子喔 對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他們喜歡短時間灌醉自己嗎 對對 這已經是一個社會問題了 就是連英國政府都有提出 他有一個專有名字叫做 Binge Drinking 就是很短時間內把自己灌醉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跟一 也是一樣跟歷史有關 嗯 因為在二代的時候 英國政府有規定那個pop開放的時間 是有限制的 因為就是 就是戰爭期間嘛 物資比較缺乏這樣 嗯 所以後來變成 演變成大概pop應該是 11點就會關 嗯 所以就會有很多人會擔心 他們在那個 dayline之前就是沒有喝醉 這樣 所以他們就會在很短時間內 就點很多酒 把自己喝得很 灌得很醉這樣 然後 這樣子的話不僅對身體有影響 也會造成一些 因為英國人喝完酒之後 會比較瘋狂一點 有些人會想打架這樣 所以 通常 尤其是禮拜五晚上的話 英國的那個急診部 通常常是爆滿的 就是很多人喝醉就開始打架這樣子 哦 所以這是一個社會問題 對 所以我看你書上有寫說 2005年的時候 英國政府就取消了pop的賣酒時間限制 對不對 對 24小時都可以賣酒 對 就是希望能夠改善這個 Being Drinking 就大家不要這樣 可是你說已經來不及了 呵呵 這已經成為一種 對 我覺得很奇怪 英國人這一點我真的不懂 像我們台灣人喝酒 就是慢慢喝嘛 小桌 哪有台灣人哪有慢慢喝 呵呵呵 台灣人也是 拿紅酒起來乾瓶的啊 對 而且台灣人還會勸酒 對 台灣也是很恐怖啦 我覺得東方也有這種很恐怖的飲酒文化 但是 但是這種飲酒文化跟英國人的這種 二次大戰 就是二 就是世界大戰之後 他們的這個賣酒時間的限制 而培養出的一種喝酒的文化 我覺得是真的蠻特別的 對 然後最後我們來講一個 他們相信喝酒能 治百病嗎 對這個 這個我覺得已經是 完全沒有科學根據 但是大家都很普遍相信 喝酒可以治病 最有名的就是一個 用威士忌做的調酒 叫Hot Potty 它是威士忌跟蜂蜜混在一起 他們覺得那個可以治感冒 你喉嚨痛的話喝這個就會好 所以你喉嚨痛的時候 你書上寫你喉嚨痛 然後你先生 你先生叫他 叫你喝酒是不是 對 他就泡果喝啊 他說 而且那個要加熱 微波爐加熱 讓他變得 因為威士忌不是很烈嗎 就是辣辣這樣子 然後又熱 然後再加上Honey 就是那個蜂蜜 他覺得這樣喝就會 會治喉嚨 會治感冒 而且去年不是英國 我不知道學姐你有沒有印象 去年那個新冠肺炎 在中國開始流行的時候 有一個英國人 英國的英文老師 在武漢教書 他跟全世界的人 宣稱他是喝Hot Potty 治好他的那個新冠肺炎 這樣 Hot Potty就是 剛剛說的威士忌加蜂蜜加熱 對不對 對 他覺得他自己沒有進醫院 他是喝那個喝好的這樣 老不起耶 所以這已經變成了這個 就是真的是發揚到海外 從英國本身 對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Guinness Guinness就是黑啤酒Guinness 他們覺得喝那個 因為裡面富含鐵質 所以對身體很好 沒事就要喝個一兩瓣這樣 那為什麼不要直接吃鐵呢 鐵劑啊 或是鐵劑飲品 而且我跟你說 他們都會說 喝Guinness不會變胖 因為Guinness裡面 Guinness不是那種 淡啤酒他比較沒有氣這樣 所以喝了不會變胖 怎麼可能 熱量還是一樣高啊 對啊 他們就自己催眠啊 反正就覺得喝酒對身體很好 這樣要常喝這樣 所以這真的都是蠻有趣的喔 不過呢還是要提醒大家 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 因為聽我們節目的很多人都在開車 英國在英國也是 喝酒覺得不能開車很嚴很嚴重的 他們酒家也是罰很重對不對 對會被罰錢 而且還會吊銷執照 嗯 好 欸今天超開心的喔 不知不覺就到了你的凌晨快要五點鐘了 哈哈哈 天亮了嗎 對我要我要我要去喝我的早餐茶 哈哈哈 欸非常謝謝讀者太太 Mrs.Reader又來跟我們分享 很可愛的 很可愛的 對啊 英國吃什麼喝什麼 當然更多的內容都在他的 大不列顛小怪癖讀者太太的 英國文化驚奇點評裡面 然後我們要再次的恭喜 讀者太太 呃才剛剛上市沒多久 而且是在這種疫情期間喔 都沒有辦法做什麼宣傳的時候呢 他就已經二刷了喔 非常非常恭喜 你應該自己也覺得蠻意外的齁 嗯 很高興 謝謝當然要謝謝學姐啦 哈哈哈沒有沒有沒有 很有趣 對啊下次來英國的話 我帶你去吃好吃的下午茶跟 嗯 炸魚薯條 好下次不知道是幾年後 現在我們連換一個縣市 都覺得有點困難 呵呵希望那一天趕快來到 謝謝讀者太太謝謝你喔 趕快去休息一下 拜拜 拜拜 拜拜